接下来大陆对台湾民间的各项交流 包括开放旅游 还有陆生赴台等等 请问是否会继续持续 我们想说的是 如果真心想要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促进两岸的交流合作 就应该立即放弃台独立场 停止台独挑衅 回到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 就要共识上来 两岸观光在赖清德上任后 呈现僵局 对台湾业界冲击甚大 台湾观光旅游业者日前纷纷喊话 呼吁民进党当局6月1日能解除禁团令 恢复台湾方面组团附路旅游 还给观光旅游业一个正常营运环境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自去年5月19日 大陆方面宣布恢复接待台湾居民来大陆团队游以来 台湾方面迟迟不做回应 禁团令至今未得到解除 岛内的旅游业界强烈不满 民进党当局应当正视 台湾民众和旅游业界的诉求 为两岸旅游恢复正常创造条件 有关台湾艺人表态的问题 想请问发言人 这样子的政治表态 有助于两岸的心灵融合吗 如果一个人天天把祖国统一挂在嘴边 但是却口是心非 又或者说 一个人他没有转发大陆官媒的爱国微博 但是他会记挂哪里遭遇了自然灾害 并且捐款响应 我们要怎么样去评价谁才更爱这块土地 想请问发言人 台湾艺人想表态 OK没有问题 这是他的自由 但是大家也好奇 台湾艺人他有没有不表态的权利 你提到台湾演艺人员 我想呢 刚刚你提到了很多假设性的情况 这些情况呢 在我看来呢 多多少少有一点对台湾演艺人员的不尊重 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演出 在跟粉丝的互动当中 有一些自然而然的真情流露 说了一些话 要因为这些话被岛内的一些人 扣上政治表态的帽子吗 我们就要问了 他们没有表达的权利吗 是谁想要让他们晋升沉默呢 想说或不想说 就看他们在跟粉丝的互动章中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考虑 央视发文嘛 说就是那个祖国统一不可党嘛 那其实台湾很多艺人就是纷纷表态的 那是不是对这次对赖清德呢 不放心了 我倒觉得是这样啦 本来自由创作是一个艺术的灵魂 没有没有自由的灵魂 它很难却有艺术的创作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 政治减少去干预艺术的表演 所以我是这样啦 我觉得 中国方面 北京政府方面的一些作为 对两岸的这种善意的交流 没有好处啦 所以我倒觉得这样啦 实际上回归正常嘛 正常的交流 有善意的交流 慢慢堆叠 那如果每天你那个飞机啦 船在旁边绕来绕去 然后又有一种 如果人家觉得 你在胁迫台湾的艺人表态 这个对两岸的交流都没有好处啦 那我想我刚刚从大皮酸菜节那边过来 我们云林的酸菜鸭绝对不亚于北京烤鸭 其实大家可以来品尝我们大皮的酸菜鸭 那我想期待和平应该是我们全民大家的共识啦 我们要避免战争 我们希望和平让我们的乡亲能够安居乐业 应该是所有民众的一个期待 五月天在北京的演唱会 那我想五月天之前 在中国也有这个被 被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假唱的这个事件 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觉得说 这一连串的事件 这个我们还是要呼吁中国应该要尊重表演的自由 还有言论的自由 能够给这个演艺团体或个人 更多表演的空间 而不是用这种逼这个艺人或演唱团体表态 表忠的这种方式 这个只是会让人家觉得更厌恶 那我们也应该要尊重演艺人员 他们表演的自由 给予他们更大的一个空间 我想这个当然我们都欢迎所有的团体到我们高雄来开演唱会 但是我再三强调的重点是说 这种用中国 我们呼吁中国停止用这种政治的压力 强迫异人做表态的行为 这个是要谴责的 大陆军演员在今天跟明天这两个人会不会影响双神论 站在人民的立场我们绝不接受在生活周遭有任何的军演 所以我在这里也要严正的呼吁对岸 务必克制 同样维持区域和平稳定反荣式人民深切的期待 也要在此呼吁民进党中央政府 应该要持续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 以此为念 而且不要意识意形态挂帅 遵守中华民国宪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理 以此来处理两岸关系 首先市长 今天早上中共有宣布要在台湾周边展开联合军演 那对于这样的讯息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报告议员 两岸和平是两岸人民共同的心声 有赖两岸领导人的智慧和善意 以牙还牙 以暴制暴 引发战争的风险 不应该也是不智的 谢谢 军演的部分 我想主要是针对赖清德总统在520的演说部分 那中共认为所谓才到红线 因为一般来讲要实施这么大规模的军演 通常两岸的默契在72小时之前会预先的来通知 可是这次却没有 代表这个默契已经被完全打破了 那为什么中共对于赖清德总统他的520谈话 会有这么大的不满 其实主要是在这句话 过去蔡英文总统他讲的是两岸互不隶属 他还是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的内容去做论述 但是赖清德总统他显然真的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所以他所说的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这等于是一个新的两国论 也不符合中华民国的宪法 那当我们不符合中华民国的宪法 而且采取新两国论的时候 就会让两岸的情势变得更加的危险 所以一方面我们也要鼓励我们的国君弟兄 在今天他们一定是非常辛苦的 守护中华民国的主权也是一定要的 但是是谁把两岸之间带到这么危险的境地的 我想赖清德赖总统这无庞大